我唱出來了之後 他就跟我想說 小培啊 你有躁鬱症 知不知道 我那時候還笑笑跟他講說 我怎麼可能 放棄真的是最簡單的 我也曾經幹過傻事 但是沒有成功 也許是我做過很深的檢討是 他沒有成功是因為 也許我根本就沒有勇敢到 我希望他真的成功 要不然我不會留後路 人其實之所以可以那麼的堅強 就是真的是你 你真的踩著滿地的碎玻璃這樣走 你還是很痛 你還是覺得 我快走不下去了 但是我腳已經在流血 我還應該再往前踏嗎 這個時候是因為 我們都低著頭看著自己流血的腳 或者感受著那個痛 如果你把頭抬起來 看前面的路 其實前面就沒有玻璃了 嗯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年而在 我是主持人Tim 今天的來賓非常特別 讓我們有請最近發EP的 林小培 大家好 Tim好 我是CINO林小培 大家好 因為小培在最近其實發了新歌曲 那要不要其實算是睽違蠻久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在這次的EP裡面 歌曲裡面你也寫出了很多 應該是蠻多的人生故事 你過往的故事 那不如就來先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我在看你的歌詞的時候 就像在怨我其實是跟戴佩妮合作的 對 然後在歌詞裡面 其他其實有這麼一句 就是跨了那麼多有坎的路 然後沿途荊棘 怨我都記住 那不如就先來分享你的坎 然後 我的坎 是吧 你的沿路荊棘啊 或是你的故事吧 我是隔了五年吧 這一張EP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跟戴佩妮小姐 佩妮的合作 那 其實 整個歌唱到我第一次配唱就失敗 就是在這個跨那麼多的坎 這個坎就跨不過去 她為我量身訂做這首歌 所以其實從 因為是量身訂做 所以我們從聯繫的時候開始 那個時候是元宵節的時候 然後 開始聊就是關於 我們想做一首 比方說她想幫我寫一首抒情歌 然後 聊了很多的生活啊 音樂啊 透過這麼多年 經驗過很多的事情 所以 她就寫了 願我這首歌送給我 其實我跟 Henry其實 本來我們只是認識 OK 但是我們沒有很 到這麼深 很深厚的交情 可是 這個製作期間 從 開始接觸到她 然後 我們的 對話啊 很多的溝通當中 我真的覺得她是一個非常 帥真的人 然後她很像一個 我好像已經認識了好多年的朋友 一見如故的那種感覺 對 其實除了這一句 你知道就是 就是讓我唱的 就是很痛苦 就是 這個 還叫我放輕鬆 然後讓我唱 結果 就是跨不過這個桿 她畢竟還是需要 有一些時間去消化 因為這首歌裡面 承載著 戴佩妮 對我的祝福 她對我的鼓勵 同是 華語音樂人 同是天涯落人 同是台語 華語音樂人 其實我們 對自己 特別她覺得 我很久沒有出來 然後 她也覺得 她對我有一種 像我們基督徒會講說 有負擔 就會禱告 然後她對我就會有一種 就像很熟的朋友 然後有一些話 她覺得 她不得不 一定要跟我說 她覺得有一些事情 該放下了 就不要再浪費你的力氣 就像她寫的 就是 不再透支 體力和不安共舞 忍耐也要限度 一個這麼 你看起來她是大剌剌的 可是 她居然可以寫出 這麼 感覺就是 打了我一巴掌 然後把我喚醒的那種歌詞 其實比起 要跨過那個坎之前 這個更重要 是先 就是你給我醒醒 你給我醒醒那種 然後我就 醒過來 然後 就隨著她的 很多的心理建設 也慢慢的 放下 很多的事情 最後 大概 起碼 五十遍裡面 終於唱到一遍 她喜歡的 才真的 跨過了那個坎 對 大概你有跟你 就是 聊過這些 她 就她是透過歌曲 比較多 還是她有想跟你 很 深度的 就是跟你說 星星啊 這些 放下這些 還是她是透過歌曲 去跟你講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之前 就有很多深夜頻道 就是 彈心這樣 對 她會 聽我聊很多 自己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 她也曾經面對到的 一些事情 因為她 都是額外的很 焦心的在聽我說 也陪我 對 去消化很多 奇怪以前 我可能講不出來 的一些事情 但是面對她 我反而覺得 我可以 重新學習信任 然後 把自己覺得 不太想講的是 我都比較有勇氣 來跟她說 對 所以 她就 跟我說 怨我其實是 她給我的祝福 也希望 就是我真的懂得 就是 除了去 祝福別人之外 更要懂得會 希望自己 更愛自己 希望自己更好一點 希望自己 就是對自己 要有更多的期待 所以 之前 妳是比較 不愛自己的嗎 就是妳會對自己 會有很多 妳太客氣了 我之前超不喜歡自己 對 就是 懷疑是 簡直就是 就像我很愛問為什麼一樣 是不是上妳的節目 多少都要聊到一些 妳知道 就是經歷過的 迷失啊 迷途啊 一些 低潮啊 一些 的確 它都有發生過 對 而且我的確是一個 蠻 有很長一段時間 很沒有自信 對 那是後來是怎麼樣 就是讓自己變得 就 比方說 這一次的 新歌 新的作品 其實我就覺得 可能是也終於有一個 信任的團隊 一起工作 所以妳會覺得 這感覺很好 因為我獨立音樂做太久了 然後也在海外待有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就會 就是可能真的是因為團隊的關係 慢慢的妳會建立起 很陌生的一種 情愫 比方說從 AR 整個 音樂的企劃方向 什麼的討論 然後其實妳就會發現 後疫情時代 這 全人類共同命運之下 妳會有很多的 覺醒嗎 對 那妳體悟到什麼 我覺得 我絕對不懷疑生命的可貴程度 而且 就他真的只有一次 你如果不好好把握這一次 你就沒機會 對 對 那 當然這些年來也 除了疫情之外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 很多很優秀的前輩們的 離開 其實那個 對我的打擊也蠻大的 因為我會覺得 妳也會這樣嗎 這幾年 終於 那我覺得我 我應該是個正常人 可是我會有點 那他們說什麼 高敏感族群那種 我會有點over的去 去放大 對 甚至 會無限上綱延伸到 就是自己的 對生命的價值的懷疑 我能不能懂 謝謝 那我跟曉飛姐分享一個 好 我曾經 這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 就是 嗯 沒關係 慢慢說 就是 我曾經也有覺得 就是 很想離開 然後 就是會覺得 我幫你配音 我幫你配音 我已經更想哭了 對不對 我已經更想哭了 會 就是因為身邊真的太多人離開 然後你會懷疑到 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那個心痛程度 就是每一個身邊很親 很親的人離開的時候 然後 我都會懷疑 那是不是如果 假如說 我離開了 那是不是就能解 就是這個 死亡的循環就能結束 因為你不在啦 對 你就沒有機會參加啦 所以你也不會知道 是不是真的就結束啦 對 因為你 如果你先選擇 check out的話 那 我相信你後面 還會錯過很多 對 我也曾經這麼想 甚至 像我剛剛唱那個 中導美加的那個 我曾經也想過 一兩百兩 對 我們是這樣翻譯嘛 那其實 甚至有我的 歌迷 在我的粉專上面留言 一直希望我可以唱這首歌 我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完整的唱完 因為它背後有著太大的 一種壓迫感 對 你願意分享出來 我覺得很棒 是因為 我相信很多人 特別在 這一段 大概八年的期間內 對 因為新的一代 也漸漸的成長了 漸漸的要踏入 面對社會 面對很多事情 他很不想面對的 人 其實之所以可以 那麼的堅強 就是 真的是你 你真的踩著滿地的 碎玻璃這樣走 你還是很痛 你還是 你還是覺得 我快走不下去了 但是我腳已經在流血 我還應該再往前踏嗎 這個時候是因為 我們都低著頭 看著自己流血的腳 或者感受著那個痛 如果你把頭抬起來 看前面的路 其實前面就沒有玻璃了 對 因為明天會如何 我們今天都不確定 所以我寧可保留明天的權利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去期待明天的權利 然後忽略掉 就是現在有多痛 或者我們都踩在 碎玻璃上面 這一個事實 然後 就忍著 然後 對 你走過這一段 它就是 它總是會有順遂的時候 它不可能那麼不合理吧 但是很多人其實 就是 沒辦法忍耐啊 所以這就是生命 可怕的地方 那個 值得 怎麼講 我覺得越活在 你知道數字越多的 這一個年代裡面 其實我覺得你會越 進入一個 挑戰自己 我講的是比較形而上的 真的會比較 屬於自我意識上面的一個 一個挑戰 對 放棄真的是最簡單的 而且 可能是個性吧 我就會覺得 我也曾經 我也曾經 幹過傻事 但是沒有成功 但是沒有成功 也許是 我做過很深的檢討是 它沒有成功是因為 它沒有成功是因為 也許我 根本就沒有勇敢到 我希望它真的成功 要不然我不會留後路 要不然我不會留後路 對 也必須要堅決到那個樣子 對 也必須要堅決到那個樣子 當這幾年我看到很多 比方說我很敬愛的 不管哪一行的佼佼者 這些先輩們 然後得臉的 咒勢或離開 其實那個 那個驚訝的程度跟恐慌 就會覺得這麼偉大 在我心中這麼偉大的人 為什麼都會撐不下去 那我撐下去有什麼意思 他們對世界比我更有影響力 那我留著是幹什麼呢 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有人愛你 就是有人需要你 就是有人需要你 所以你必須要為這些人 而撐著 就是撐過就好了 因為傷口會好 它會痛 但是痛會過去 然後傷口會好 然後你可以用各式各樣的形式去 去懷念那種不捨 甚至 也許 也許我們比較幸運 我們是 像我是歌手 我可以用唱的方式去 紓解 紓緩 甚至創作 來表達我的 不管我的遺憾 我的憤怒 我的這一切的感受 但最重要的是 就是 你還可以感受 那何不就 好好的去感受它 不要浪費那一個資源 因為 比起麻木不仁 也許我們的那種 過度 甚至有人覺得濫情都好 如果把它用在對的角度上 其實我覺得 它是可以正面化去 反過來形成一種 形成一種 鼓勵別人的能量 對 就像我們 為了貓狗請命 流浪貓狗 為了這些偏鄉的孩子們 為了 因為做太多的公益活動 看了太多這些事情 你都會覺得 就是 就是心 就是會有很強大的無力感 但當你每一次完成了一個事情之後 這個無力感會被某小小的成就感給 給蓋過去 然後你就去尋求你生命中可以有的成就感 想辦法讓它去蓋過這一切 對 因為 如果我的 那個 容量就是這麼大的話 對 那 我寧可去 去low一些 我就會比較開心的事情 比較有成就感的事情 然後甚至 我知道別人期待我做些什麼 把這些事情放大 就像 如果我們可以放大我們的悲傷的話 為什麼不能放大我們的期待值 跟快樂 對 只是選擇 都是選擇 我剛才想到一句話 就可能 沒有人知道我們曾經 進入 踏入過地獄 但是你可以選擇 被黑暗吞噬 或者是 療癒起來 然後成為別人溫暖 療癒別人的能力 我覺得 我明白 小肥姐 可能是透過 也許是 唱歌的方式 創作的方式 去療癒別人 或是去 療癒我自己 療癒自己 對 沒錯 了解自己 療癒自己 然後甚至是 可以讓 聽到這些歌曲有共感的人 然後可以 讓他們更了解自己 或是療癒他們自己 都有可能 那我也是透過頻道 去 可能 溫暖別人 或是療癒別人 的確 我覺得你的 因為我有看嘛 所以我 我真的覺得 對我來說 它有一種 它有一種很奇妙的能量 存在你的話語 跟你訪問的對象 今天很榮幸是我 我 我可以來上 這樣 所以我也很想 趁著來 跟你聊天的時候 除了聊音樂之外 其實我覺得 回憶你剛剛講的好了 所以如果你越 鑽牛角尖 或者是 你越盯著他看的時候 不要忘記 他看你是更透徹的 對 因為你的所有的脆弱 你的所有的害怕恐懼 他都會 協助你去放大 因為都是 只有你 才可以選擇 你要做 什麼樣的決定 而一旦你決定了 其實 你就去做就好了 然後觀察 自己的改變 我也是因為 我決定我要走出來 我決定我要開始 重新學習去 去相信人 接受新的朋友 接受新的可能性 要不然我今天哪有這個機會 就是 坐在這裡跟你聊天 不要這麼說 沒有 真的 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都願意 這麼 這麼 誠懇的 分享 我覺得 現在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 那個 共情感 多於 同理心了 而同理心就是 一種 很良善的人性的一個出發點 一個原則 就是 人之初性本善 真的 他沒有騙你 他真的 你要相信你是可以很善良的 而你的善良是會 讓 已經很 絕望的人 感到 其實是 還是有希望的啦 這個社會其實沒有那麼的 黑暗 或者 像你剛剛形容 黑暗的那一段 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 自己可以撐到 就是 突破我自己的 自我限制 然後做到 讓自己本身成為 在黑暗裡面就會發光的那個光 我覺得可能我的信仰 給我很大的幫助 當然我也很幸運 就是我身邊的夥伴 我現在 這 一年半下來我們的相處 然後整個 到 這個整個新的作品 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其實我覺得 一步一步的慢慢學 然後真的 深呼吸 這才幾秒鐘的事情 但是 就會比較舒緩 對 我想問小培姐 就是 妳很經歷過了 可能懊悔啊 孤單 那現在 其實妳 現在妳的狀態 現在妳有原諒自己 或是妳有覺得 現在自己 妳會怎麼樣 心裡 我 原諒自己嗎 我很長很長的時間 我都 沒有辦法原諒我自己 因為 對一個愛問為什麼的人 是因為 為什麼我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或 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 我身上 我一定要去面對 為什麼 當找到了為什麼的答案之後 其實妳就會覺得 妳為什麼要問那麼多為什麼 因為這些事都發生了 但是 同時也是因為我找到答案了 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就像 家長教小孩的方式不一樣 那 可能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耶穌是我的 天父上帝是我的爸爸好了 上帝是我的爸爸 他的確 他是我的阿爸父 OK 他教我的方式就比較不一樣 他就是屬於那種 震撼教育型的那種 對 所以他給了我一個很破碎的開始 然後又要我去聽他的話 所以十多年來我的掙扎是 常會突然間又飄出來 然後自己在那邊打仗 你知道 你知道 一個紅色的自己 跟一個小天使的你 然後在那邊 故鄉交戰 只要累的就是自己 對 然後 但有一次 也就像我們錄影的今天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禮拜天 然後 我有一次在 教會 聽到 就是 牧師在解釋為什麼 就是我們有那個情餅 對 就是一個 聖經有故事 情餅就是破碎 可是他可以 情調餅 然後 餵滿 餵飽這麼多人 你說他是一個神機 對 聖經上面講的 他就是一個神機 可是 如果用在生活上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必須要 真的要忍受那種 那種痛苦 就是你會被 撥開這樣 你希望你是完整的 可是 可是 在你成熟的路上 其實 就像 跨了那麼多有坎的路 每一個坎 就像你要被折一次 你要被再打開一次 你要再被分開一次 再分裂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然後你要 懂得每一次的 那一個 撥開的動作 都是一份祝福 我知道這講起來 好像很稀滑 可是 這真的是事實 因為當你承受了 那樣的痛了之後 你就會知道 我還是可以往下走了 對 而且我還是可以 就是我又更成長了 對 它就會變成你的養分 像比方說好了 我這一次 我自己寫的歌 時光有劇場 如果當年 沒有心動這首歌 我寫不出來 今天時光有劇場 所以 我98年出道到現在 這25年 不管這中間 極度美好的事情 跟極度可怕恐怖的事情 都是我去選擇的 無論我當下是什麼樣的狀態 但是我都經歷過了這個過程 但因為我如此幸運 我是心動當初 2000年的時候 一個這一首歌的原唱 所以讓我在這麼多年之後 我可以側面的觀察 我的歌迷的成長 然後也 你知道 往內心看 我的歌迷成長了那麼多 那我呢 所以我就把它寄情在創作中 然後我覺得它就有點像 25年後 我去回應25年前的自己 對 所以我會 有時候我會嚇到 自己 自己真的認真的回想 你會覺得 天啊 25年過去了 因為我的工作是歌手 我的 我的最愛是表演 是唱歌 那我就 當然 理所當然的 透過音樂去 去分享我 我關心的 我感激的 或者我曾經痛苦的 或者你也曾經痛苦的 我就是 就是很真的去 真誠的去把自己的情感 透過製作人的帶領 然後去表達 也就像 每一天我起來的時候 我睜開眼睛 我都會告訴我自己說 今天來了 今天一定比昨天更好 但是我已經覺得 謝謝神啦 我覺得昨天已經很開心 今天難道要比昨天更開心嗎 那就 就 起來過這一天看看怎麼樣 對 你有聽到我有寫 GRETA這首歌嗎 好 我們待會兒 我先聊情緒的環保 好不好 好 比方說你分享給我 然後 我跟你聊天的當中 其實這就是一個recycle 就是我 我可能在收拾你的不好的情緒 然後把它轉化 從我這邊再轉化出來 丟給你的之後 我們這樣的循環中 然後再透過第三者 也就是我們收聽的聽眾 或者觀眾 對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它自然就會產生一個良性的循環 因為你表達出來了 因為很多人覺得這樣的事情不好說 歌 在2023年 多少人都唱得這麼直白了 話 還有什麼不好說呢 對啊 所以 我也很希望有一天 我真的可以滿足我那一個歌迷 我可以唱 那個 那種歌 你說中文叫什麼 曾經我也 我也曾經也想過一條百條 好長喔 對 這是中好美加這首歌 我也很希望有一天 在演出的時候 我可以真的去駕馭 而不是很情緒化的 去唱這首歌而已 對 而是 我要 覺得自己要有那個能力 真正理解了 然後真正面對了 然後 就有 就可以 轉化出來 對 唱這首歌 跟這首歌告別 也是 跟過去的自己 那些 可能比較 也許是負能量 或什麼的告別 對 對 其實你是一個很細膩的 孩子 我覺得 對 孩子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啊 對啊 害羞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很年輕 對 對啊 你在幾歲 我是97年 對啊 你看 我97年 我97年在準備 98年就出道了 出道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 我覺得 這很不可思議啊 我覺得也是因為我 可能前面 雖然可能在 就是人生過程中 不是那麼順利 可能有 面對很多事情 然後很 面對可能相比同齡人 更需要 更多的心力去面對的 對 所以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 就是我曾經真的有 就是 可能想過好 要不要 就活到一個歲數就好了 就是 可以不用受那麼多苦 很傻的 對 現在我回過去就覺得 每天都不一樣 那我何不體驗每一天 對 真的 我覺得 這就是明天 一個理所當然的 就是每個人都有的權利 這就是人權 Human Rights 你就是有那個權力去 期待你的明天 一定是比今天好的 不管今天有多開心 明天還可能超越今天 你不覺得很瘋狂嗎 對啊 我也是因為 就是開始宣傳工作的時候 我才發現 欸 你不要以為他是不可能的啊 他是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而且你心裡想什麼 是他真的在未來某一天 就真的有可能會發生 我就是一直相信著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在後來人生中就 我覺得這算是蠻幸運的 就是遇到很多人 或是人事物這樣 對 就是用這樣的心態去面對 小肥姐剛才說 她其實是98年走紅紅毯 算是就是因為出道 然後其實就走紅了 對 因為那時候其實 對啊 那時候就算是爆紅了 那其實算是 爆紅當時的 你心線上是如何 因為其實我覺得 爆紅它隨之 半隨而來 其實也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可能 也許是壓力 Oh my God 絕對是 對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非常人來瘋的人 其實在98年正式出道之前 其實我一直都在唱 我17歲就可以在日本做演出 然後回到台灣組了樂團 我也在就是這些pop裡面演唱 對 然後其實 它一直都還算有一個趨緩的過程 比方說我唱完了pop 我要回家的時候 因為pop 我們唱整個rock band 是很吵的 然後我回家就可以聽古典音樂的頻道 然後就開始就是 就是進入一個就是relax的一個狀態這樣 然後慢慢的去把你的腎上腺素降下來 但是當出道之後 比方說封街的演唱會 那時候真的是 對 街是封起來了 然後我們大家開心一些的在那邊表演 然後很多朋友來參加 看我們的演出 然後就是整條街就是封起來也封掉 就是因為我 畢竟我會唱pop 我跟我的樂團 我們太喜歡就是 大家都聽音樂聽得很high這樣 很好玩這樣 結果 唱了唱了 然後就結束了嘛 完畢了之後呢 大家都很熱情嘛 哇 就想說 找你簽名啊 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還是沒有那個手機 底配相機什麼樣的 可以拍照嗎 可以拍照嗎 然後就工作人員就很忙 要把你運走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在那邊就是 像那種殭屍 對對對 會感覺很像那種 但是我人來方的人 我也會很想去 擁抱我的 喜歡我們的音樂的朋友這樣 可是公司有公司的考量 所以就會突然間就 從人去裡面我就說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然後 你就被丟在車子裡面 就保姆車裡面 然後就突然覺得 就開始耳鳴有沒有 就會有一點 然後就也沒有人 也沒有聲音 然後就突然間好像被丟進一個 沒有聲音的世界裡 但是你上一秒還在那邊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就真的很開心這樣 然後一直要拜拜 或一直要打招呼什麼的 我覺得其實長期下來那個壓力 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造成了一種 自己都不懂怎麼平衡的一種 不斷堆疊的一種 一種壓力跟一種 能受空虛 不平衡 對 畢竟你上一秒還這麼high 然後下一秒你就剩一個人 就是坐在車上然後 你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也沒有窩機 沒有人對話說 你在等個大概十分鐘 或等個十五分鐘 等那個我們樂手 就是把器材都收回來這樣 我不知道我要等多久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 然後你就常常會 不管你去哪裡 然後就是因為你是 藝術的關係 你就會常常就是 一個人就 你就突然就 又在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只有你自己這樣 然後一出去就是 這種 對啊 這不分裂才奇怪 就有可能要變成另外一個狀態 對 但是你突然間又 一下那麼熱鬧 然後突然間就 喔 真的很三溫暖啊 真的是忽冷忽熱 對 所以 不要說 身體會需要調節 你說這最大的器官皮膚好了 你要去調節那個溫差 我覺得心理的溫差 是更難適應的 所以久了 當初我被預言 我第一張專輯 我在錄音 錄音是錄 我記得錄《煩愛》 《背上教你》的時候 那時候羅宏武老師 就來看我配唱這樣 聽我錄音 然後他 我唱出來之後 他就跟我想說 小培啊 你有躁鬱症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還笑笑 跟他講說 我怎麼可能 我怎麼是個Rock而已 你知道 自己 二幾歲 懂什麼東西啊 自己自以為 就是我只是一個Rock而已 我沒有那個什麼 什麼毛病這樣子 殊不知一語成稱 對 因為很多事情 他在醞釀或成形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感覺 直到它爆發 對 怎麼面對那段事情 畫一聲 看醫生就對了 因為 就像 音樂上的合作 我會可目跟很多大師合作 因為 他們不但專業 他們也有屬於自己獨特的才華 其實我告訴你 心理醫生也是這樣的 對 精神科醫生也是這樣的 對 他會有他獨特的方式去 處理我的為什麼 對 處理我一些 我覺得我怎麼會有這樣的 情緒呢 我應該不是這樣的人啊 可是他就有辦法真的 讓你去學著 面對你自己有 你自己覺得 不可思議的一面 或者你很討厭的一面 讓你就是去接受他 但重點是我們的心態要很健康 對 才能去客觀的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 你生病都要看醫生 那其實 這個文明病已經非常的普遍了 所以我會 真的很正面的鼓勵大家去看醫生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 是 可能也許是真的不願意接受 對 就是知道了也不願意接受的 然後會拒絕的 會把它推開的這樣 真的有 我覺得我遇到這種人 但是我也盡力了 因為我覺得 可能我這個人就是比較直嘛 那我覺得 也是夠幸的過的自己人 我才會講 但是我講了我居然就 我不知道我是傷了他呢 還是 把他弄壞了 或把我們的關係弄壞了 但是有的時候 然後 真的要看自己 能不能夠去 接受一些比較 殘酷的事實 對啊 其實我覺得 生命還是有它的 真正的價值在 然後你必須要給自己機會去 去真的 讓自己去體會到 原來我的生命這麼有價值 原來 這個就是我生命的價值 而且每一個人都是 獨一無二的 真的就是獨一無二的 沒有人是完全跟另外一個人會 經歷會完全相同 所以每一個人都必須有自己的課題去面對 那這張的時候會焦慮嗎 Oh my god 我剛剛一開始有跟你分享到 我跟Penny聯絡的時候 彼此say hello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元宵節快樂喔 這首歌出來的時候是10月19號 中秋節快樂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錄影 就唱願我這首歌的時候 我好感動 我就請我的同事幫我錄一段 然後我下了通告之後 我就把它傳給Penny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今天終於第一次唱了 然後我就跟他 哇啦哇哇的講說 然後哪裡有首播 然後接下來49號 就全部就可以發行了 然後連那個MV也可以唱 然後我就哇哇講完之後 他就回我 終於 寶寶生出來了 終於 我就覺得 OK也許好事多摩 對 MV我們都拍好了 所有的一切都Ready了 然後也一切就是 他就是在他該發生的時候發生 只不過我們對他有很多的情感跟期待 對 我真的是很謝謝他 對啊 對啊 就是幫我寫了怨我 真的是打開了我很多 這個以前真的打不開的一些 也不願意打開的一些東西 對 潘朵拉的盒子 那不如來聊聊其他兩首吧 那太好啦 時光劇場 就像我剛剛說沒有心動 我也寫不出來 它其實真的有點像 25年後我來回應 心動 對因為心動是很多人的BGM 就是自己都有 屬於個人的微電影在 心動的音樂的 每一個人的腦袋裡面播放著 然後我就會 我又很好奇 在聽心動的 你那個時候 如果你喜歡心動 在聽心動的你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會想到我 那個時候 就是我可以唱這首歌之外 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詮釋完這首歌 然後它是 怎麼樣的幸運跟 然後俊男美女 張愛家導演的電影 這樣子一起結合 然後這一路上 我心動到底唱了多少遍 我真的 Lost Count 這是數不出來的 然後到從 每次唱心動 歌迷只要叫我不要哭 我就是很叛逆 我就一定會掉眼淚 直到就是 後期就 漸漸的也不一樣 就是我樂的唱 我覺得 它越來越像一首詩歌的感覺 對我而言 就是它承載的已經不單單是 一個音樂的主題 而是我覺得它真的是很多不同生命的 一個集體記憶的一個 一個 一個集合的感覺 所以才有時光和劇場 時光和劇場是怎麼聽起來 我就是很想寫 就是回應心動 當初的我們 對 而且我覺得它是 讓我再一次很想去歌頌青春的一個感動 回應當初的自己 對啊 青春真好 你這個年輕真好 我會好好把握 這就是重點了 對 一定要好好把握 對 等你再慢慢走個25年 就會開始哇 不得了 到時候就可能要買票去聽你講座 希望有到時候 希望到時候會真的變成 對啊 當然要有盼望囉 對啊 我也希望看到你50歲的時候的樣子 對 還有一段路喔 對 大概還有25年 對 對 我在努力 你可以的 絕對可以的 你可以的 那接下來我想 因為接下來其實有一個部分 是我們昨天其實有在 Instagram 然後發了 就是讓你的粉絲去留言 然後問你問題 然後想藉這個機會 然後來跟你互動一下 然後就是把他們的心聲說出來 好 第一個是 我有收集起來 就在剛剛 第一個 怎樣可以跟你玩Bang 請報名參加 什麼東西 組團啊 你先cover我的歌啊 然後有機會 我碰到你們團的時候 我就可以上去見嗎 這樣我們就算玩Bang 打勾 好 第二題 有計畫來馬來西亞嗎 有的 我真的很喜歡馬來西亞 哇 對我真的很喜歡馬西亞 第三題 三首歌最喜歡哪一首 願我時光的劇場 Greta 你要我的命嗎 我這一次 花那麼久時間才出三首 你要我選一首 那就等我2024年的第一首 什麼時候有機會聽到現場演唱新歌 很快 我想應該很快會有機會 但是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們就陪我一起等嘛 哎呦 我真的很想帶著音樂再去就是找 各地跑你知道 好 對 真的那是最幸福 歌手真的最幸福的詞 到處唱 真的 對好開心喔 想到就很開心 好 影長會出十幾段集嗎 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們會買嗎 是不是我正期待他50歲的講座 我一定購票入場 我一定購票入場 好啦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 嗯 沒什麼特別想問的 然後 只是想要跟薛納說聲謝謝 就是你的歌聲 陪我度過 許多重要的時光 然後 我相信也陪伴許多人的時光 對 然後 想跟你說聲謝謝 你們太客氣了吧 應該說謝謝的是我吧 我覺得 互相吧 嗯 OK 那我們就繼續互相下去 因為我覺得也是 我其實沒什麼想問的 我也其實沒什麼想聊的 我只是想告訴你們 我就是真的很愛你們啊 就是愛你們這麼支持我 然後讓我可以這樣一路撐下來 然後還有打算繼續撐下去 再來一個25年我也沒再怕 而且我覺得接下來的25年應該是 更有參與感的 嗯 好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小培姐 然後來上我的節目 謝謝你 好 然後呢 如果喜歡就是小培的話 可以到哪裡支持 要不要講一下 欸 Facebook啊 IG 然後 youtube啊都會有 以上皆是 對 然後我們這集也會抽出一個新育兒 然後可以獲得這個簽名簽名版 好 然後詳細知識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謝謝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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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Tank 水 水 水 感谢观看